怪手向下挖起混凝土 焊接鋼筋發出陣陣白光 位於國父紀念館旁知名美食商圈聚落 喬安新村 未來即將變身豪宅 現在看到這塊就是臺北東區 喬安新村都庚案B區的基地 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施工當中 他原本都是像後面這樣子 五十幾年的老房子 在今年三月地主庫全部搬遷之後呢 全部打掉重建 而整個整合過程耗費了十二年之久 前後應該有十幾家的建設公司 來要想要蓋我們這邊房子 日盛生集團經歷十二年長跑 如獲地主的心 喬安新村也從過去都更案改成為老進行 目前B區整合面積約一千坪 未來規劃地上二四樓建築 總銷金額將高達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億元 其他AC區目前也已經在探勘 東區商圈新案齊發現在以中校復興商圈 臺北之星總銷四百五十億元最大 其次為第四季將登場的一百億 連雲月橫 而隔壁則有德捷建設砸兩億元買下的透天 預估區域案量加總超過六百億 目前中校東路四段的這個推案狀況 還有敦化南北路的推案情形來看 這樣子的大大規模基地的這個推案 其實不多 所以我們預期未來單價 應該佔上兩百萬以上沒有問題 東區為老都更陸續上陣 指標案Diamond Towers引進星光三月 新一代富豪聚落在線 為東區房市增添體材 三星文素贏館李孟山台北報導